建民论特强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2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看中共最近因为在拜登接任以后 拜登对中国现在采取的政策就让中共现在感觉到机会到了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叫平视世界 按习近平讲现在是平视了 那么怎么为什么要讲平视这两个字呢 大家都知道中共在几千年来的封建王朝的时候 尤其是发展到什么 发展到近代 在整个大清的后期呢 中共一直认为中国是亚洲是世界的中心 也就是全世界是万邦来朝 所以说历朝历代 中国的皇帝都叫俯视世界 也就是他们任何时候看外国人都叫蛮夷 老外到中国来呢 都是来来朝叫万邦来朝 是来朝拜中国的皇帝的 所以说过去呢 中国人呢就是有这种天朝为中心 是俯视世界 而这种俯视世界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最终就是被帝国主义列强打着个屁滚料流 这个近代史上 就中国近代史上 那么大清帝国因为不断的去惹事 不断的跟列强签订了一次又一次合约 完了以后呢 赖账 不执行 然后打的就是丢盔弃甲 最终呢 就是各地赔款 但是这样呢 仍然是俯视世界 仍然我是天朝第一 所以说过去呢 中国人呢 他是俯视世界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仰视的呢 也就是在中国的统治者里面 从来没仰视过什么老外 在他们的眼里面 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在中国建政以后 他们同样是把一切西方列强都称为是帝国主义嘛 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啊 我们随时可以消灭它嘛 我们要把红旗插遍全球嘛 那是毛泽东呢 他仅仅是口号 是他自己的自负 但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习近平这一朝的时候呢 习近平开始呢 他呢 野心就绝对得到了膨胀 他觉得现在绝对是中国 不仅是俯视世界 现在可以称霸世界 可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耀武扬威了 那么习近平现在选择了一个名词叫平视 他什么平视啊 他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准备搞人类命运共同体去称霸世界 那么如何称霸呢 中共知道如果凭军事势力跟美国去打 那肯定是打不过美国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渗透美国 就可以破坏美国 把美国的民主制度破坏掉了以后 他再大的军力最终都是功亏一篑啊 所以说中共呢 40年来就对美国做了大量的渗透工作 美国的民主制度呢 也给他颠覆的非常的厉害了 可以讲美国现在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呢 已经受到他建国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那么由于美国受到的伤害最大 那么西方的其他民主国家呢 西方的其他民主国家 尤其是欧洲的老派民主国家 基本上跟中共呢 都是勾兑的非常厉害的 尤其是以欧盟 以德国法国为首的这个老牌的欧洲的民主国家 跟中共呢 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那么中共在做了那么多年布局以后 尤其是习近平掌中共最高领导权以后 习近平呢 他这个称霸世界的野心呢 就完全开始膨胀了 问题是习近平碰到了一个最大的对手 也就是美国来了川普总统 也就是从川普接任以后 川普严厉的打击中共对世界称霸的野心 尤其是在中共输出的华为5G 中共想在全世界推广的网络5G战略方面 美国呢给予迎头统计 并且呢 川普跟中共打起贸易战 在贸易战的过程中 对中共加征了很多关税 所以习近平本来称霸世界的野心呢 被川普这么迎头一击呢 习近平的这个野心呢 就扩张不起来了 那扩张不起来 是不是习近平的死心呢 他肯定不死心啊 不死心习近平怎么干呢 习近平就开始在2020年向全球输出了他这个武汉病毒 也就是这个病毒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判断出 是不是中共主动制造好的生化武器 这种生化武器 中共是不是有意释放 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们还没有看到了详细的证据 但是美国国务院 尤其是以蓬佩奥国务卿为首的国务院的研究小组 已经明确认定所有中国武汉病毒输出的这个病菌 就来自于武汉的病毒研究所 就是中共刻意研究制造的 至于是不是特意释放的 现在呢 我们还没有最明确的证据 但是不管怎么说 对全球造成伤害 给全球带来巨大的这个病毒灾难的来源于中国 这是不真的事实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释放了病毒以后呢 就毁灭了美国毁灭了欧洲毁灭了全球 给全球带来了一场 现在已经过去了有一年多的这个病毒战争 这个病毒呢 对全世界各个国家伤害都巨大 那么在这个伤害巨大的这个过程中 中共除了它主动扩散这个病毒 然后呢 它又开始什么 用疫苗的方式来纳拢一部分国家 也就是中共呢 就说 现在你看啊 这个病毒呢 我们中国解决的最好 我们中国人口最多 但是我们中国呢 这个抗疫防疫能力最强 所以说 由于我们做的最好 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防范这个病毒 我们现在呢 研制了这个疫苗呢 给全世界输送这个疫苗 也就是中共又推出它这个疫苗经济 它把这个疫苗和这个灾情呢 把它当作一个生意来做 也就是大量的欧美国家受到这个病毒的伤害以后 那么显然他们需要医疗物资啊 而中共是掌握着巨大的这个医疗物资的源头的 因为美国主要生产这些医疗物资的厂商基本上都在中国啊 在中国生产出来的各种医疗防护物资 中共它给美国允许美国进口回流到美国的是很少的一部分 大部分中共是拿着这些物资 然后跟全球各个国家去拉拢 去推行他们的政治战略 在中共的经济中没有哪样不是政治 你别看的是哪样只是一个买卖 买卖后面都是政治 所以中共为了推广它的政治战略 它就把它自己的这个疫情里面的防疫物资呢 跟那些愿意跟中共站在一起 跟中共称兄道弟的 帮助中共在国际上 又是鼓掌 又是举手 又是吹捧的这些国家 中共呢就给他们输送一些医疗物资 然后呢就是这个疫苗 那么现在的疫苗究竟有效性达到什么程度 没有办法去检验 可以讲中共输出的很多疫苗 在很多国家试验下来以后 这个疫苗的成功率和疫苗的有效率 它的这个比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中共就利用它手上有这个疫苗 在向全球不断推广的过程中呢 中共呢现在在全球呢又发起了一个叫做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就是王毅 就是中共的外交部长 王毅宣布 中国奖率先在全球推出一个叫做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这个旅行健康证明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中共眼里面的一个叫做疫苗护照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了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你有这个疫苗护照以后 你才可以去旅行 你才可以跨越它的国家 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 也就是你打了它的疫苗 你才获得了它这个所谓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有了这个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就等同一个医疗护照嘛 一个疫苗护照嘛 也就是你没有旅行健康证明 哪一个国家的关口都不给你进 就逼着你去打中国的疫苗 也就是王毅他现在就这么去做 他是希望推广中国这个疫苗 一个疫苗是带来巨大的经济 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政治利益 也就是WHO就是国际世卫组织 它如果接受了中国的这个想法 那么最终国际世卫组织 就会颁发这个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的要求 也就是国际世卫组织一旦要求以后 绝大部分的世卫组织的成员国 他们一般都会遵守国际世卫组织对他们的要求 也就是说你要在你们国家推广这个疫苗 疫苗打完了以后 凡是给那个接种人 就给他们颁发一个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他们有了这个旅行健康证明 他们才可以出境 才可以在各个海关得到呢 简易入境的这个许可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实际上就是绑架了世卫组织 通过世卫组织把中国的这个疫苗 扩散到全球 同时呢打了中国疫苗的 才获得了国际健康旅行证明 那么也就是说中共通过这个方法 就可以控制其他国家 让这些国家呢只能乖乖的听话 比方说有的国家像土耳其这类的国家 他为什么不敢对中国维吾尔族 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的政策 对中国提出抗议啊 就是因为他害怕观念的时候 中共呢断掉他的医疗物资 断掉他的疫苗 而且减少对他的经济援助 所以说类似于像土耳其这样的伊斯兰国家 在全球有很多啊 他们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在国际场合 去谈中国在新疆 实行野蛮的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政策 他们不敢讲 因为他们不敢得罪中共啊 他们需要中共给他们输送经济输送金钱 而且给他们输送疫苗 并且最终通过中共输送的这个疫苗 使他们的国民获得所谓国际的健康旅行证明 这也就是中共他通过这个方法 通过国际世卫组织跟他配合 最终中共呢通过这个方式来捆绑全世界 来威胁全世界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能不能让他得逞呢 可以讲国际世卫组织是维护作伤的 是会帮助他的 现在关键是看美国过去川普总统在时候 就看到了谭德塞领导的国际世卫组织 完全是演变成习近平领导下的一个 帮助中共在全世界掩盖中共武汉疫情 并且给全世界带来灾害的一个国际组织 所以说川普总统立马就退出了国际世卫组织 但是拜登上台就不一样了 拜登上台马上就宣布要恢复美国在国际组织的成员国的地位 同时马上给世卫组织送去两亿美元 也就是说拜登要这么去做 那么拜登这样做的话 国际世卫组织就更加是得意忘形了 现在他跟中共的配合就已经撕下脸来 就公开跳到前台了 已经不顾一切了 就是帮助中共在全球推广中共的疫苗 推广中共的这个所谓国际健康证明 这就是中共霸凌世界的一个手段 中共霸凌世界的手段非常多 这么多年来中共随着自己经济的提高 最关键是进入WTO嘛 自从本世纪初中共因为克林顿把中国拉进了WTO以后 然后呢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 变成世界工厂以后大量的外国资本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大量的资本进入中国以后 那么中国呢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一个国家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滚滚的财源 也就是中国有巨大的资源巨大的劳动力嘛 又有巨大的市场本身14亿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 那么除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巨大的人口 可以直接消化国际资本带到中国的各种产品 那么大量的产品从中国生产了以后也可以卖到西方去 所以说你现在到美国去看美国的那些大型超市 尤其像沃尔玛这样的超市里面摆满的商品 随便你找哪个商品都是中国生产的 这就是全球化的结果 这全球化最终就导致什么 导致了美国和西方的资本家呢 他们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已经完全是一种利益勾结关系 这种利益勾结关系已经是属于资本家是离不开的 所以不管川普总统多么急切 希望美国的资本都撤回美国本土时候 美国的这些资本家基本上是不理睬川普的 那么川普他就要求脱钩啊 你不理睬川普就要采取行政型的方式 第一个对中国加关税 加了关税也就是你的产品再拿到美国卖的话 有高额关税从利益上让你受损 那么这时候有些资本家感觉到这个不划算 所以他有可能会把他的资本撤回美国 第二个是什么 就斩断中共对全世界的渗透啊 尤其是华为5G啊 也就是华为5G这种电信产品 这种通讯产品 它在全球的布局以后 最终就是把当地国家所有的数据都窃取走了 一旦窃取了这些数据 收集了这些国家里面当地民众的各种信息 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就可以控制这个国家 从政治到经济到国防到普通的民众他们正常的消费 也就是这种情况 是华为对全球攻陷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那么川普总统是完全看出来了 所以川普总统他这一切内阁 是严厉的斩断了华为向全球扩张的这个计划 同时抓捕了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 那么抓捕孟晚舟实际上就是对华为最大的一个打击 这是川普总统所做的 所以说中共为什么对川普恨之入骨呢 就跟这个深层政府联合 就跟美国的民主党联合 一定要做局最终挤掉了川普的连任呢 因为川普对华为的打击 给中共所有的扩张战略已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嘛 不过中共总是有办法的 华为打击他们是受到了一部分的损失 但是中共还有其他办法 中共在海底电缆这个方面向全球进行了扩张 中共的海底电缆现在在全球 它这个电缆数量也好 它沟通的国家也好 在全球现在已经不弱于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 根据美国一个战略国际研究中心 一个资深研究员叫乔纳森·谢尔曼 这个乔纳森·谢尔曼最近发布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叫做保护海底网络的研究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是全面追踪了习近平的所谓一带一路 因为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它是包含了通过海底电缆来控制全球数据 通过控制全球数据习近平就能掌握全球各个国家里面的大量的信息 也就是按照中共讲的大数据嘛 根据这个大数据 他们最终就可以渗透和掌控全球其他民主发达国家 然后对全球民主发达国家他们掌控的数据越多 他们对对方要挟的这个本钱就越大 那么西方民主国家最终投靠中共的手段也就越多 因为它掌握你的数据什么数据都有啊 包括你西方政要你那些男男女女你那些躲在桌子底下受惠的事 它都有可能通过各种数据里面能分析或者能够掌握出来 一旦掌握了以后那么最终它通过这个要挟你 你觉得西方有几个领导人不乖乖就范的呢 更何况中共派出了大量的燕子派出了大量像方方这样的女爹女特务 在全球不知道搞了多少这个色情诱惑最终把很多欧美的政要全部拉下网啊 中共很清楚啊海底电缆它不是普通的这个通讯工具啊 海底电缆就可以明确讲叫做信息告诉公路 它基本上是已经承载了全球95%的国际数据流动 目前全球大约有400条光缆在运行 这400条光缆它承载的从视频啊电话到信用卡 ITM机啊包括全球所有的证据交易所它所有的这些信息流动 通通是通过海底电缆来完成的 它完成量是占世界上总的数据总量的95%以上的 所以说这个海底电缆是非常重要的啊 海底电缆它实际上是铺设在海窗上面 连接世界上各个大洲各个大陆的通讯网络 这种网络建设人家欧美国家领先是很早的 原在19世纪也就是在1850年的时候 当时英国人就开始用了 最早的海底电缆是1858年穿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 主要是传播北美和欧洲的电报信息 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互联网 大家呢是打电报发电报 后来呢更新的电缆呢开始传输呢电报了电话了和数据信息 那么今天国际互联网用于主干的海底的光缆呢 这种光缆主要是传递数字信号 然后通过这个数字信号呢传递各种视频啊语音啊 包括各大证券交易所的这些交易数据啊 以及ITMG啊以及国际结算啊 所有的这些数据通过这些光缆来传输 而英国人最早做这个时候 英国人当时这个电缆呢还非常领先 那时候其他国家没有 英国最早大规模做这个电缆 首先是连接他们英论三岛和连接欧洲大陆 以及连接北美的这个主要的电缆 当时英国人把这个电缆称为叫全红线 就是All Red Line 那么这个电缆建立的时候最怕的是被破坏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时候 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了英国和德国 以及法国西班牙以及通过亚索尔群岛联系北美的五条电缆 英国人切断这个就是不让德国人再通过这个电缆可以传输信号了 所以说德国人最终只好用无线电通行 而无线电通行就给英国人切听创造了机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在一战二战英国最终取得最终的胜利 那跟掌握敌人的情报 切听敌人情报有绝对的关系的 冷战的时候 美国海军和美国国家安全局 就成功的在大西洋底的电缆上面 安装了一个切听前苏联的切听机 这也是冷战最终美国取得胜利 它掌握的一个优势 掌握了敌军的情报嘛 过去电缆用于军事用途非常多 但是呢到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尤其是互联网逐步的开发诞生以后 光缆呢就被广泛运用到商业方面 目前全世界99%的这个电信数据呢 各种网络数据呢 都是通过这个海底光缆海底电缆来传输 相比卫星数字传输呢 因为没有很高的延迟 而且海底光缆呢它的速度要快上一千倍 所以海底电缆呢是又安全速度又快 因此呢各个国家呢都希望有这个海底光缆的接入点 那么中国和美国目前来讲是全球在海底电缆方面竞争最强的国家 中共现在从它这边铺了一条电缆呢 从巴基斯坦入海以后 然后先到达非洲再从非洲到达欧洲 中国希望通过这条电缆连接了中国大陆跟非洲跟欧洲的这个光缆中心 完了以后又通过南美在阿根廷在巴西 他们都寻找了他们的接入点 也就是通过巴西或者通过阿根廷有这么一条光缆呢 然后连接日本连接香港最终连接到中国来 那么南美的这条电缆一直在跟阿根廷谈 那最终这件事情能不能落实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阿根廷现在不愿意跟你中共合作 但是中共呢它有钱啊 因为铺设一条海底光缆 它的成本都是好多亿美金 一般的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 而中共有钱 所以中共呢就加紧的在这个方面进行建设 按照习近平现在宣称的 这叫数字丝绸之路 也就是习近平要推广这个海底电缆作为数字丝绸之路 然后把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最终扩充到全球每一个国家 但是美国早就看出中共的狼子野心 所以说美国现在就要对中共进行遏制 以前呢大家都以为美国呢都是以电信公司 或者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 什么ATNT这种公司作为主要的商业光缆的建设者 实际上现在已经完全变了 也就是如今美国都是主要以互联网上的大的高科技公司 以他们为主要的投资者 也就是像谷歌啊脸书啊微软啊亚马逊 他们现在才是世界上海底光缆最大的投资者和建造者 现在美国的专家已经明确认识到 中共是通过海底电缆然后获取所有的数据 这种数据经过他们分析和他们掌握了这个大数据库以后 就对全球进行威胁 所以说美国必须要斩断中共伸向海底电缆的这个魔爪 最终让中共它无法把它的电缆伸向世界各地 也就是要斩断习近平束子丝绸之路 斩断习近平在世界海底电缆所生出的中共这个邪恶的魔爪 现在呢美国呢是因为中共等到了拜登接任了 也就是拜登接任呢他对中共现在的这个态度呢 按照拜登的解释呢叫战略性忍耐 所以说中共趁着拜登在战略性忍耐 他就对全球进行了霸凌和扩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对中国对华战略呢 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就进入了奥巴马克林顿以前的那个绥靖政策呢 目前来讲呢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现在出现像川普总统一样 对中共淋漓的打击 但是呢拜登政府呢他的高层官员呢讲的是很好听的 你比方说布林肯 布林肯他在接受美国参议院 美国很多议员对他的质询的时候就问他 你现在要不要把台湾纳入亚洲的这个整体防务的体系 布林肯说要 美国参议院又问他要不要把台湾拉回全球的国际组织 布林肯说要 然后美国议院又问他要不要跟台湾加强联防防止中共对台湾武统 布林肯也说要 所以说现在布林肯他作为美国国务卿他讲的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拜登政府能不能这么去做 十八号布林肯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 他们两人就将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卡内奇跟杨洁篪和王毅见面了 也就是说美国拜登政府在拜登接任以后跟中共最高层的外交代表 他们在安卡内奇要有一轮新的谈判 这个谈判里面我昨天的节目里面已经谈了有五大要点 这五大要点里面其中有关台湾的 只是这个有关台湾是不是仅仅是要求中共 你绝对不能动我啊 你要动我我们美国人不客气啊 光讲没有用 要有真的行动上的遏制 让中共动不了武 如果美军的航母编队整个驻扎在台湾海峡 如果美军甚至有陆地部队台湾的沿海岛屿 那么中共还怎么打呢? 中共就肯定打不了了啊 你要打台湾首先要攻破美军沿海岛屿的防线 先跟美军打 中共有这个能耐吗? 因此美国实实在在要给台湾帮助 就是应该在台海驻军 至少是在台湾海峡布上美国的航母舰队 中共呢你根本就约不过美国的航母舰队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而且本轮会谈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际问题 也就是美国一再承诺的 包括拜登也承诺的 承诺给加拿大小土豆的 也就是关于两个被中共扣押的加拿大人质 就是康明凯和斯巴弗 这两个人是否能够通过外交努力 让这两个人立即得到释放 因为按照中共现在外交部宣布的 就是马上中国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名 对康明凯和斯巴弗进行审判 对于审判的地点、审判的时间、审判的方式 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赵立坚 他全部没有做具体的回答 也就是他只是宣布了 马上要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个审判 这明明是绑架人质外交 你怎么去审判? 你去审判他们 实际上是把孟晚舟这件事情更加的复杂化 那么在拜登接任以后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他跟拜登进行了网络视频会谈 在会谈中他要求拜登作为美国总统 希望拜登能够通过国际努力 把加拿大的两名人质尽快的释放回来 那么本轮安卡瑞奇的会谈 是不是能够通过布林肯和沙利文的外交努力 最终能使加拿大的两名人质获释 这个也是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 都是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当然了中共它既然是绑架人质 它就要拿这个人质达到它的结果了 它是希望这两个人质跟孟晚舟交换的了 那么加拿大是不可能 担任用人质换人质的方式 因为你一旦担任中共可以人质交换的话 那中共可以绑架更多的人质 流氓它绑人质就是它自己的一个流氓手段 你一旦满足它的流氓手段 那它要绑的人多了 可以讲加拿大在中国经商的 在中国从事各种文化的教育交流的 这些学者商人有的是 那如果要绑架它那绑架都完吗 那中共想怎么绑就可以怎么绑了 肯定不能满足流氓的这种条件啊 因为中共渗透西方 它已经做了40年的补电 大量的渗透工作 几十年来他们换了几代人 都对西方 对美国加拿大 对整个欧洲 不断的推进他们的渗透战略 那么这种战略 可以讲美国政府是很清楚的 那么这种战略 可以讲美国朝野上 有很多有识之士是非常清楚的 在川普总统执政的这一潮 对中共采取了严厉的打击的方式 那么到了拜登这一任呢 显然拜登现在还在战略性忍耐 但是这种忍耐 已经激起美国很多年轻的政治家 对拜登现在的质询和质问 包括来自美国阿肯社州的年轻的参议员 汤姆·科顿 他在昨天就对媒体说 中国将要为他所谓的故意选择向世界散布冠状病毒 散布武汉病毒要付出一个代价 他说这种代价首先美国要带头向中共清算 并且美国必须要认真审视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签证 他说几十年来允许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学习 但是他们到美国学习最终是盗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 从现在开始起就要堵住中国留学生继续到美国来留学的这条路 他说不是一个留学生不可以来 但是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只可以学习美国的民主价值观 学习美国的那些人文科学 而不让他们接触美国的高科技 接触美国的自然科学 他说中国留学生想来美国应当首先学习 莎士比亚和联邦党人的文集 学习美国的民主建设的理论 而不是让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来学习粮子工程 学习人工智能 学习怎么盗窃美国的高科技 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 所以说汤姆·科顿的讲话就非常鲜明的点名了 中国派遣到美国来学习自然科学的人 往往都是偷盗了美国的知识产权 然后剽窃了美国的知识成果以后 然后在中国山寨一个产品以后 拿着这产品到国际上跟美国竞争 最终山寨产品因为凭着它低廉的价格 最终打败了美国的优质产品 所以说按照汤姆·科顿的想法 我觉得美国就是应当这样去做 可以让中国大学的留学生都到美国来学习 但是到美国学习先学习美国的神学 学习美国的基督教 把美国的基督教育学好 把美国的民主制度学习好 按照汤姆·科顿讲要先学好莎士比亚 学习好联邦党人的文集 这样就没有机会让你们再学什么基因编辑啦 什么分离病毒啦 你们最终只能去编辑哈姆内塔去分析李尔王 也就是说如果到美国就学习美国的民主科学 学习美国的基督教育 把美国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学好了以后 回去建设民主的中国 这就是美国参议员现在提出的想法嘛 在这种情况下你中国的留学生要么不来美国留学 来美国留学你是没有机会再接触到自然科学 你学就学神学学民主建设 这样培养一大批建设民主中国的人 那么你看共产党还愿不愿意把小粉红继续往美国来送 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